中国女排2比3不敌加拿大 遭遇奥运资格赛首败 输掉这场比赛之后 中国女排的出现形式变得严峻起来 因为后面的对手实力将越来越强 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犯错的机会 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加拿大队 中国女排为什么会输给这个对手呢 蔡斌指导的几次换人成为败笔 尤其是对于吴孟杰和王云露的使用 蔡斌指导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本场比赛 第三局中国女排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蔡斌指导用吴孟杰将王云露换下 吴孟杰上场之后 很快就发挥了作用 无论是进攻还是篮网环节 吴孟杰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是从吴孟杰的技术特点和打球风格来看 目前他更适合在前排承担进攻和篮网任务 一旦轮转到后排时 他的发球以及保障作用 与王云露相比还是要稍训一筹 因此 当李盈盈轮转到后排时 吴孟杰上场可以增加中国女排在前排的攻击点 而李盈盈在前排时 这时候采取李盈盈和王云露的主攻组合 后排一传和防守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同时 王云露的发球也可以冲击对手的一传 也就是说吴孟杰打前排 王云露打后排可以起到扬长臂短的效果 但是与加拿大的这场比赛 蔡斌指导并没有根据吴孟杰和王云露的个人特点来合理使用两人 比如前两局王云露在前排不下球时 吴孟杰如果早一点上场去冲击一下 也许比赛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此外 蔡斌指导的临场换人已经成为了程序化的操作 局末换人发球和两点换三点战术的使用都缺少变化 对手在赛前就可以制定出应对的办法 第三局中国女排正在追分之际 蔡斌指导却将手感正热的丁霞换下 这次换人时机的把握也存在争议 蔡斌指导有着小诸葛之称 就连普通球迷都能看出来的问题 相信他肯定也会了然于胸 后面中国女排的三个对手 分别是荷兰 多米尼加和塞尔维亚 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犯错的机会 只有三战全胜 才能将出现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否则一旦输球 能否出现还要看其余球队比赛的结果 局势就会非常被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